于宁采访报道 生团的程序和发展 有赖深重的团结和无私的分享 世人相争不休的苦恼 都是为了建立自我与满足欲求 也就是见与欲的争端 出家修行是为了喜苦 佛制生团是一经一律修正的合合众 不是个人自行其事的不合众 有的出家人样样不缺 甚至累积大量的金钱 有的出家人受用不足 贫困潦倒 这样呢 生人跟生人之间不会合合 生人跟生人之间不会心无戒地 生人跟生人之间不能离欲而和谐 它会造成生团内部的裂痕 造成分裂的原因 所以佛陀制定出家人不受取金钱 不仅从个人离欲解脱来看是必要的 从建立合合无争的生团更是必要的 所以我们可以从现代现实人间的佛教来看 出家人受取金钱 其实难免明争暗斗 当然也有些很老实修行的出家人 虽然他自己有受取金钱 可是他的钱并没有乱用 他可能收一收以后还是拿去盖庙 还是去做慈善工作 这毕竟是少数 那即使做这些事情呢 对于所谓离欲的修行呢 究竟如果能持金钱 当然是最好 中道生团的手持 坚守不受取 不积蓄 不使用金钱 不受多余的供养 不在生众之外 个别的接受护持 布施 不建立个人化的学众及护法 希望落实立合同军 同甘共苦 将信众的布施 归于生团全体 法界新闻记者 赖伊荣台北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